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教大家安装虚拟机的 Windows操作系统 相机打开安装好的虚拟机 这时我们点创建新的虚拟机 点行下一步 稍后安装操作系统 或者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安装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从这个地方安装 选择你的电脑之前下载好的这个 Windows的光盘映像文件 这时它会检测到 有已检测到的这个字样 所以这个是可用的 我们选稍后安装操作系统 这种塞布 这里上第一个Windows10的版本 10乘以64的塞布 浏览这里 我建议大家放在C盘里外的盘 不要放在C盘 在C盘里外的盘 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像我这样 这个是我刚才新建的一个文件夹 我把它装到这个文件夹上面 就在F盘的 你可以在F盘另外新建一个文件夹 塞布 这里我们保持默认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内存改为80 只改内存就行了 其他的不要改塞布 完成 这时 稍微等几秒 这时我们把它的这个内存 改一下 改为1G的内存 因为Windows10系统 它这个默认符要安装不了的 要把它改为1G的 当你点开始 把这个滑动一下就行了 滑动到1G的这个位置 之后点底部的确定 这时我们在CD DVD的这个地方 点一下 这里也要改一下 它安装全部成功 还有安装的速度快慢 这个东西有关系的 我们选使用 IHO印象文件浏览 选我们下载好的这个Windows10的 印象文件 这个是要从微软官方下载才行的 之后我们点高级这一步非常重要 我们选第二个 我们可以选1比1的 大家看一下1比1的 如果你选1比1 发现安装不了那你在这里又另外 选一个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发现它安装不了或者安装的非常慢 跟这个有关系的 你就改一下这个地方就行了 点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点开启死虚拟机 这时它就会自动重启这个虚拟机 还有自动进入文史的安装引导操作界面 我们稍微等一下 我们稍微等一下 我手把现在动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提示的就是那些 筷子安装按键的提示 这时它应该会自动再安装的 我们稍微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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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它这个我们是需要等一下的 没有这么快的当它弹出来这个时 你把鼠标移到这个黑色的地方按一下 并按一下回车键 按一下回车键就行了 它会自动安装 接着你再按一下回车键 联系按两下回车键吧 这是按一下你键盘的CTRL和ALT这个按键 同时按一下这是你的 这个手标这个就会弹出来了 弹出来你又可以用电脑的 如果你把手标移到这个心理机上 你按一下这个快捷键 它就会跳出来这个手标的 我们再把指标移进去按一下回车键 我们再把指标移进去按一下回车键 现在我感觉非常闷 我们再切换一下吧 把它关掉切换吧 不用整个的关机 怎么切换呢 就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 这里有一个是刚才我们安装的 就是这个地方 cdddd这个地方 点一下就行了 点一下之后 我们在高级这里 把它设置一下 高级这里 把1.1改为 1.6吧 确定 确定 开启实心理机 这时我们等一下 嗯 如果你发现 暗胀不了 或者暗胀非常的卡 那你就要在那里重新切换一下啊 正常情况下你等了非常久哦 你也不要等太久在那里哦 大概等个三四分钟这样子哦 等个三四分钟这样子 就是这个画面呢 等个三四分钟 五六分钟这样子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好的话 那它启动的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我这个电脑的配置只能是上网了 玩不了大型游戏的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玩大型游戏的话 那你可以试一下 这时我们把手标移进来 按两下回车就行了 就是这么简单 回车之后等就行了 大概等个三分钟左右吧 如果快的话 不用等这么久的 直接回车它就弹出来安装了 这个安装下来我估计也是非常的慢啊 这个安装下来我估计也是非常的慢啊 这个干掉它怎么干呢 把你的手标弹出来 关掉这个心理机 我们可以直接干掉它 或者你在那里改一下 干掉它怎么干呢 就移除就行了 移除之后 你把你把你电脑F盘刚才安装了 这个文件夹也这里面呢 全部都给它参掉 这个是刚才安装下来的 我们再打开心理机重新安装一遍 先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选择刚才的那个文件夹 60G也没事的 就用它60G的 把它的内存改一下 改为1G的 CD、DVD这里也改一下 CD、DVD这里也改一下 这是1000G的浏览 升级就行了 高级 我们选第二个 先0点4的吧 确定确定 开启使心理机 这个好像感觉好像快一些哦 应该这个应该就可以安装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 当它弹出来那个蓝色时 把鼠标移进去哦 你可以现在把鼠标移进来 等它弹出来之后 你再按一下鼠标 把鼠标切换到这个心理机里面 然后你再按一下两下回车就行了 它这个需要等一下的 等个三分钟就行了 按一下鼠标按两下回车 这次它就安装了 这样就已经是成功了 它安装就这样子 安装的过程就和温时的安装一样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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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危wią mad